哎呀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啊 我得釀了 剛才我一看 這傢伙過兩千了 我得嚇死人了啊 過兩千了 我想給大家說的事情 比如五一公正這個發生以後 這個路德先生為啥我看出了這個孩子真不簡單 這小夥子 他發現這是個陰謀 因為一旦在國內有人舉了牌子說 郭文貴要五一共振 然後啪 死人了 郭文貴成了刑事犯 陷害呀 然後一舉牌子 說海外楊建立讓我這個五一共振 楊建立抓起來了 成刑事犯了 魏京生讓我五一共振了 我支持魏京生被抓起來了 欲加之罪 何患無恥 都整成刑事犯了 那還了得了嗎 這是肯定的 同時反過來了 這個 有人 給我出了主意 說這個 咱中國人啊 幹好事不一定幹成 這個幹壞事 幹的可成了 這就是 烏托邦給我們中國人代入的病毒 我們中國人必須得改這個毛病 和要害人那個不然太著了 有人給我說 文貴呀 你這特別好 你知道國內你找你這員工 我這上萬個員工呢 是吧 找幾個員工 上鄭州大鐵上 北京奧運村 然後到這個上海 這個半導體在門口 我這個出主意的人 我說你想一想 我說你記住啊 你這樣做 只能是比五一共振這事還糟糕 我們不能以毒公讀 我們要以善公讀 我們要以智慧公讀 我們不能以惡之惡 這是不對的 我們用真來幹假 用善來滅惡 不能以惡之惡 以假之假 以惡之惡 那是天道輪迴當中 最低層的 要進入萬劫不符的地獄的 所以我剛才說那些 對這些事情以後 我還是 我對海外所有的 打擊盜國賊的 反對烏托邦的人 我都支持你們 我和你們無仇無恨 我犯得著嗎 我用得著嗎 我一位 在美國政府工作的 特別高級別的華人 跟我說 文貴你不要和民運有任何來往 連個箱都不要給他造 他的丈夫跟我說 文貴你一定要記住 不要纏和他們 不要纏和我們 從來不跟他們來往 確實讓我很傷心 確實感到很失望 但是 我還要說的事情 那畢竟我們是同族同類呀 人家說咱們這個同族 我心裡不舒服啊 你說 你誰能接受到 別人說 你們中國人是個傻子 是騙子 專門造假 只有是精神病 精神不想要停的享受 我們這個民族沒有問題的 頭兩天我在Pon Beach 跟幾個日本人在一起 然後吃飯的時候 啊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講 他說 郭先生你覺得我下部幹什麼 我說你下部你選首相 哎他你怎麼這麼說啊 你不能這麼說 我說 我說你們日本人啊 千萬別覺得自己驕傲到大的不行 你是完美的 我說你可絕對不是 我說 你要回來不選首相 我說我郭文貴到你日本去 我在你那個政府門口 我說我在那塊給你跪上三天 你敢過打走嗎 他不吱聲了 我說你們虛偽的很 非常虛偽 而且心胸狹窄 我說你就是想當首相 下一個挑戰 安倍就是你 這哥們前天去啦 不咋比啦 我看 跟著尿尿尿的 人家安倍在前面 在後面 安倍做了套 擬色的西裝 而且這個這個 他在後面跟著 他絕對要幹掉的 這叫良性競爭 我問你不要迴避 我說不可接受的事情 是背後使刀子 我說沒有一個民族 不愛自己民族超過別的民族 我說你不要在我面前說我們中國人不好 我說我告訴你 中國人在這個人種裡邊絕對是最棒的 我說你看看我們的藍廷序誰寫的 我們寫藍廷序是全世界在幹嘛呢 你看看服裝界北魏當風的時候 我們北魏的服裝的時候 看看北魏的雕塑的時候 你再看看這個佛普陀的像到了中國以後的變化 那種大智慧 我說你再看看中國過去的哲學 你再看看中國的這種藝術 法郎彩唐朝的金鞭 法絲 你再看看我們的絲綢 我說中國創造文明多了去了 人類的立場的殺戀不僅是中國 那國外只比中國過不比中國差 我們是被 從大清朝 好 洋蔣說是北宋 就是金滅了北宋 宋徽宗被烤了油燈 宋江被欺騙了這108%好漢 整個大中華民族就從背叛 整個一節節敗入 到大清朝就是個最混蛋的年代 我們這個民族實際上自信 男的被剃掉了頭髮 女的裹了小腳 這人類上最變態的 都是這個整個的民族的悲哀 後來來了個烏托幫 這叫烏托幫 他不准別人寵陽眉外 他第一個就是外來人 外來叫邪教 魔教 我但是我們這個民族有問題嗎 沒問題 我說據我的很多朋友都嫁給外國人 我都問他 這個你們嫁外國人取外國人的 在性生活上是有啥分別嗎 大前天我就在我對面那個日本餐廳吃飯 我相信那裡邊 7個人裡邊竟然有5個是中國人的 出10個服務員 那天晚上 在對面這個餐廳叫Masa Masa 號稱日本在美國最好的餐廳 我是那最大的客戶 只有我一個人到那吃飯 餘頓飯可以花7萬美元 因為我要基金招待全包 需要提前訂餐 我跟我吃飯的這位朋友 就是 這個 我的好朋友 我這孫生不能說 是個女的 嫁了這個英國人 我在這之前有另外兩個中國女朋友 嫁了外國人 原來是中國人離了婚嫁了外國人 還有一個嫁了日本人後來嫁了加拿大人的 我問他 我說 真的外國人姓生活和中國人有什麼不一樣 咱討論討論 我說 我們這是不是真的我們中國男人太小了 或者是時間太短了 他完全不是 所有人答案 第一 所有人說 姓生活不再長短 關鍵是感覺 前奏怎麼樣 後 後邊怎麼結束 都是這個結果 他我們女兒這麼看 然後是 他說 真不像你想的 現在是那麼拉 完全不是那麽回事 他說 所有的人都都是 到最後40多歲的外國人都不行了 反而中國人是 知之以恆 而且非常堅挺 而且中國人男人很敏感 而且中國他們都很思念 所以心事上不是這麽問題 後來我也有這個中國男人娶了外國女人的 是不是不一樣 那他們說 完全有優有略 很好 但是有很多是不好的 所以心上沒有問題 體能上 我們絕對沒有問題 不是說今天看出一個低豬球 中國人就不健康了 是中國吃化學物品吃太多 這個文化不鍛鍊 本質沒問題 那另外一個 文化上有什麽問題嗎 文化上就是從烏托邦之後 我覺得陳丹青先生批評中國人 和魯迅說是很多中國人 是很多不是全對 也是很對的 我也認識陳丹青先生 很棒這個人 非常不簡單 那麽都是對的 那麽另外一個 我們中國人哪有問題啊 我們不說法 我們愛撒謊 我們自私 但是你看看新加坡 你看看 這個 香港 看看台灣 還有一個旅日的華人 包括我們鄉林先生 鄉林桑 包括在矽谷裏的華人 那都是很優秀的 很受人尊重的 所以說中國人這個民族這個人種呢 很有個性 就是欲政則政 欲邪則邪的民族 欲強更強 我們這個民族現在遇到啥問題了 遇到流氓了 遇到烏托邦了 遇到了盜國賊了 什麽 遇到則盜 遇烏托邦更烏托邦 遇到流氓更流氓 遇到騙子更騙子 所以 咱們這個民族展現給人的形象 在大陸 特別是大陸出來的 我們大陸人家香港 一和之隔 一和之隔 天壤之別 同一個民族 文化不同 人家香港人就有那樣小伙子 就說這話 什麽呀 人家是遇到法 更守法 遇到真 更真 遇到了高尚更高尚 我們大陸出來的現在就 受烏托邦的教師 遇假更假 遇壞更壞 遇騙更騙 所以你看我們海外的民主民是 你見過幾個香港人 你見過幾個台灣人 你見過幾個在海外出生的華人 都是我們大陸出來的 被那爺 遇騙遇騙 遇流氓遇流氓 遇棒遇棒 這個文化給殉的 遇魔鬼 我們變成了更大的魔鬼 我文貴感謝 我叫我很早的認識了高人 佛教 然後讓我開始走向 去探索信仰 從一個我孩子想知道地球為什麼不掉下來 為什麼有山有水 為什麼一年四季它不變化 到探索後來就知道銀河系有宇宙 我到北京我最早就去看的就新聞館 我就為什麼 看新聞館我就問 新聞館說的什麼銀河系呀 那時候在動物園 在北京動物園有這麼個星球館 對面那個地方 然後呢這個什麼外面有銀河黑洞 我就問那外面是什麼呀 那外面是什麼呀 問題誰都不打理我了 但是這種探索 讓我感覺到 我們人類是無知的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了海外這種情況 我們還不思改嗎 還要讓我們這個民族 繼續 騙 假 自私 我們這個民族沒問題的 我一個這個很好的女友 是在這個法國的 是個明星啊 我不能說 我一說大家都知道 最早在大陸最火的時候 拍過一部電影 是跟這個 這個朱世茂先生拍的 他這個最早嫁給中國人 後來他到了就嫁給法國人 後來又又給德國人談戀愛 後來又給義大利人談戀愛 後來又給中國人結婚 又生孩子 後來又回去 我們倆特別好 這個我曾經跟他認真的 我說咱倆是姐妹兒的關係 探討 關於外國男人和中國男人的不同 哇 那個說法 他簡直最後還是中國男人好啊 這是有同族相惜 也不是人家不好 我有一個特別好的哥們 也是一個特別名人 大家也會說都知道 這個一個藝術家 他現在的雕塑 還有在西方是非常非常值錢的啊 這個我一說大家都知道了 還有他音樂特別好 剛剛的和一個美國第三次太太離婚 前面取過一個西班牙太太 我給他探索了一個這個不同 我只有文化上不同 本質的民族屬性沒有任何不同 只有差異沒有高低 嚴格可以這麼說 結果呢 我們現在多麼的自卑呀 我們中國人花錢到哪兒去的人都不高興啊 在這個紐約好幾個俱樂部裡面 竟然是到現在 人家內部有條規矩 絕不能說 這是犯法的 不接受中國人 在我家隔壁有個俱樂部 叫大都會俱樂部 我有英國另外一個俱樂部會員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俱樂部 我從來沒去過 頭一段我去了 我說這裡有沒有中國人啊 他說沒有 我說有沒有香港人啊 有 有沒有台灣人 有 有沒有海外華人 有 就沒大陸的 哎呀我說那奇怪了啊 咋回事啊這是 後來我就跟他們聊天 結果那裡邊一個會員告訴我說 我們有個不成文的 不接受中國大陸人 你說我們啥子想吐出來 吐血的感覺 你知道這是個七尺大陸 但是為什麼呢 他說就是這個規矩 所以說我想跟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說 我們真的要改改了 今天我們說五一公正 他們搞的不對 他們的不對是來自於我們的無知和愚昧 是因為我們這個底盤 我們這個環境 我們這個民族 這個文化 它來自於我們 就像我自己 比如說 我郭文貴犯錯了 我不能說 哎呀 我這個手偷了些東西了 我就把我手砍了 我這個手是來自我的身體 我這個嘴胡說八道了 放狗屁了 是因為來自我的身體 我要負責任 這個所有的發動五一公正 還有現在靠募捐 騙捐 騙性的 搞徵婚啟事的這些禍害們 還來自於我們同類 而且都是我們大陸的 所以 我問了很多人 我問他們 他們都不回答我這個問題 我說為什麼 凡是沾著海外騙字的 都是我們大陸的 假媒體 釣魚媒體 假政批 假牧捐 假民運 假民類 假情懷 還有哪個民族 像我們這個民族似的 就是能把感情搞包裝 能把這個 這個情懷搞包裝 能把理想搞包裝 能把宗教搞包裝 全人類上沒有 全人類上沒有 你能看到一個宗教 一個廟 一個廟裡邊 十幾台勞斯萊斯來參加活動 老和尚 趴著旁邊兩個女孩走著 還帶著佛珠 你知道 這種滑稽的現象 能出現在我們這個國家 正常 正常的很 竟然有和尚跑了 毛主席下面去念佛經 念毛主席一路 所以說你想想 這有多可怕呀 我們這個國家的民族 是被深深地種上了病毒啊 不是一般的可怕呀 所以我問很多人 為什麼這些海外的募捐的 騙捐的 騙性的 徵婚的 都是我們大陸的 人家台灣人 香港人 同族同類 甚至在海外出生花 就跟著不沾鍋 所有的美國政府官員 就現在都叫我面 三年前 就我說那位美國的高官 Miles 我求求你了 咱倆見面你別說我名字 這咱倆我都嗆我文字的 但我再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不和這些大交道 我當你我說的都什麼名字 他還真記不住 然後還旁邊問他 你看這個這個海外的這個 這個給我們寄信的這些人 都誰 你可以給我現在介紹介紹 結果拿了幾個名字 寫半天 我一看傻眼了 沒有一個大陸的 全部是香港人 和海外出生的華人 現在電話詐騙 這也說的 我說的 電話詐騙 進來大陸的 進來大陸的 然後原來是台灣電話詐騙厲害 台灣詐騙只詐騙中國人 專詐中國人 咱中國人是幹嘛 全門詐騙自己同胞 特悲啊 我這真是太多感觸了 啊 你媽說是毛澤東造成的 啊 好 都是中人 朝鮮車禍 是 哎呀 哎呀 背哎呀 七哥木蘭 什麼也淘寶智慧的雙眼 哎呀 真是 一看你七哥就高興了啊 王王大革命 王大革命是人類上 人道上 各方面 中華民族的 最大的悲劇 方正證券啊 方正證券啊 這個方正證券 現在有意思啦 聊聊方正證券 方正證券 現在他們正在洗牌 想盡辦法 不只要阻擋我 我們的戰略合作夥伴啊 在香港 股票 最大買家 你們上網查一下 最大買家啊 國內我實際上 第二大股東 但是加上 其他戰略合作 我是第一大股東 現在他們就想盡辦法 要把這個方正證券 給搶走 關鍵他最怕 就是把方正證券的股東 給暴露出來 但是 大事 就是要上天照顧文貴 你不賺錢都不行 我睡在那兒都賺錢 你沒辦法錢都 打我的臉 錢就打我的臉 怎麼的呢 大家看看 剛剛出現了 中國第一個 真正的要改革開放了 證券公司 允許外資 持有51%的股權 結果我海外的股票 現在好幾家給我買 特別是一日本的超級富豪 我們的合夥人 我們一個基金 合作一千億美元 我不能說是誰啊 頭一段就找我了 說能不能把你這個 所有的股票賣給我 我給你個大爆配 這個兩倍的價格 對不起 不賣 不賣 方證證券 現在五塊多了 我們還在買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過去三週來最大交易 就是我們方證證券 接下來我們還會 我光過是不是一會不買了 我發動了海外 所有跟我有關係的 一位我投了個基金 前高盛的一個高管 這個副總裁 成了個基金 是前年成立的 當時你看 我這事已經在美國了 我投他的錢 現在大概都賺了七倍以上 這個哥們啊 就在一年前 說這隻美國人 真是太聰明了 他說這個方證證券 未來會什麼樣 我說我告訴你 會升跌升跌 他說那什麼時候是 跌最多的時候 我說我如果沒有猜錯 應該在2018年 和2017年這兩年 升的時候是2019年 這哥們就是 拼命的 當時就是買 買啥呀 買跌 結果這哥們就賺了大錢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最近 人家喀喀就全收 方證股票大家看著吧 了不得 你們看著啊 但你們不要聽我的啊 別聽我的 不鼓勵文文買 到時候我可不負責任啊 我可不負責任 但是你 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 香港市場只有一股方證股票 我的戰略投資夥伴 都會給買空 你們看著吧 我只投資不投機 我勸所有的戰友們 記住啊 千萬不要有投機心理 投機你要掙的錢 那就沒天理了 因為什麼 所有的投機股票上 就是玩賭的 就是玩賭的 人家是莊家 你來了只是湊湊熱鬧小份子 你贏了 那他去開餐廠子不早輸了嗎 你早晚都是輸 投機 那是沒有未來的 投資 就你看準一個公司 買下去別再動了 那叫長期 不管跌幅 這是叫投資 這就是巴菲特的核心 中國人這個要當巴菲特 凡是想當巴菲特全轉了 原因什麼 你叫投機 你是假巴菲特 人家是真巴菲特 這本質不同 樂視股票垃圾 垃圾 早就是垃圾 因為這個令計劃一完 它就絕對完了 令計劃 說被調查那一刻 樂視股票一文不值 你記住 你就像這個馬雲啊 是不是啊 還有什麼馬化騰啊 是吧 還有什麼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股票啊 你去看看還有那幾個金融大佬 現在都不想出境啊都 都不會有未來的 不會有未來的 還有啥呀 我今天得回回咱們 昨天有戰友給我發信息說 最開心的是跟郭叔交流 希望多交流啊 千萬記住啊 買方正股票的人 我要給你們建議啊 不要在大陸買 在大陸買就傻了 一定買這個深港 互港通 因為在香港持有啊 千萬千萬記住 不要大陸的什麼東西 一分資產都不要有 一分股票都不要買 在大陸的所有的錢 都不是你們的 我希望你們一定看到 文貴的遭遇 就是你們的最好的榜樣 國內的私營企業家們 千萬記住 錢要倒去歐美 再留大陸 忘記香港 搞好正屁 不是搞好海外身份 隨時可以離開 一定讓兒女到海外學習 買個別高調的房子住下來 然後把自己名下財產清乾淨 合法納稅千萬別偷稅偷稅在海外 在國內最好的安全 不要相信任何當官的 就自己不要讓自己幹的事兒 沒有了回頭路 行罪死罪到哪都不行 這就是我給你們建議的 千萬記住 凡是共產黨能設計的地方 都不要碰 都不要碰 投資 這點郭叔實在是太自信 太牛了 投資郭叔實在是太牛了 這有 我一直要講講投資 我一直要講講投資 但是這個西方國家 是把手伸到別的國家去賺錢 給自己老百姓花 然後這個自己預料挑戰上是打別人去 咱們這個共產黨是啥 有困難了 這個受委屈打自己的孩子 直接打 打自己的娘 打自己的爹 打自己的孩子 打自己的兄弟 殺自己的兄弟 沒錢了 把手伸到娘腰包去 伸到姐妹腰包去 伸到孩子腰包去 這就是我們盜國賊 人家美國人到中國去 能空手回來嗎 不可能的 千萬別相信什麼公告 更不要相信外交部 你要看本質 看哪兩樣 貨幣和股票 股票的升和跌 就證明了 到底和美國達成什麼交易 這個貨幣的升和跌 就達成就知道中國做什麼讓步 中美之間 你永遠記住 它是獅子 咱們是羊 你想改變這個羊和獅子 你得有中國心 中國科技 首先烏托邦得滅了 得把甲給滅了 只要這個文化不存在 就全完 大家現在要看一看這個 倫敦 對了 我忘了給大家提醒了 這個 英國這個雜誌叫什麼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他一直就說 中國人實現民主自由法治那天 是中國的GDP到達一萬三的時候 我也深信不疑的原來 後來我就不承認 這不是前提條件 我恰恰的相反 中國不可能走到那個GDP那個時代 中國只要是政治上不改革 只要這個共產黨不被改革不滅掉 就不可能 很多人就為這跟我挑戰 很多英國人 英國的兩位首相為這事兒 我們吵得一塌糊塗 結果 頭兩天 就是前首相 現在在一個基金裡邊當老大呢 跟我見面說 說文貴我錯了 我要向你道歉 我說怎麼了 他說你是對的 他說你這個例子舉的對的 就是我說共產黨當年拿下中國的時候 滅掉共產黨 國民黨的時候 就是通過民運學運 給中國民主法治自由的 結果是他沒給 推翻地主就要人民當家做主人也沒給 我說你現在你告訴我15年以後 中國GDP實行第一萬三的時候 中國就民主自由 我那又是一個15年的騙局 不可能 我說我頭一段時間去年的視頻裡還講過 我都想打我自己嘴 我在這裡向大家道歉 我說我認為我那是錯的 因為共產黨不可信 結果這英國雜誌 因爲什麼 這位前首相告訴我說 英國雜誌一直這個基調 上個星期的四和五登出來說 我們一直認為中國的經濟發達 就會 這中國走向民主法治自由 結果他說我們看錯了 大家上網搜一搜去 這個在西方這幾天影響特別大 就是美國那個官員 就要訪問中國的這位這位最高層的官員 見我就把這個給我說了 我說昨天晚上我跟英國誰誰誰誰吃飯 他說這個他今天晚上我回華盛頓 我們晚餐啊在中東俱樂部 他見你了我說在我這給我吃的飯 我說他就給我講了這個故事 他說哎喲這一樣他就拿這個報道說 他說你看看這是最挺中國的雜誌 最支持中國的雜誌 然後他說這個總編跟他見面說 我們是反對著中國政府的體制 不反中國人 然後呢他們跟那個美國的這個這個國會議員 羅比歐他們一起吃晚飯 一起見面不是吃晚飯喝東西了 他們都統一的觀點說 我們反的是中國的就是這個體制 嚴格講就是反對著共產黨 然後只愛中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 這是多麼大的改變哪 親愛的戰友們哪 這是五一公正能震出來的嗎 這是唐百喬先生這個這個在紐約開個會能解決的嗎 你看看海外那些人開會天天開會 開會吃飯吃飯開會 募捐募捐騙捐騙捐 然後搞招呼啟事 然後是打賞打賞拿錢拿錢 都是手勢朝上的 能不能有人手勢朝下一下 都是手勢朝上的 真的是中國共產黨把中國人害慘了 害大發了 葉家我咋沒提過葉家 頭兩天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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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個朋友家吃飯 這個跟葉家人在一起 跟我講了一大堆葉家的事 哎呀我說你給我講的都太廢話了 我說我二十幾年前和葉家都交手了 我說葉家是一個神秘的家族 是個典型的一個官僚家族 大家要了解中國共產黨黨員 未來我要講的事情 從榮一仁的家族 榮一仁的家族 看看你們的未來 你不想到紅色資本家嗎 看看榮一仁 你知道榮子彥是怎麼被整的嗎 那整慘了 現在榮子彥連大陸都不敢回 行嗎都不行了 看看葉家 你就知道共產黨你到了葉家那個本事 你又能如何 你就啥都不實 然後你從鄧家 你可以看看 所謂你們鼓吹的愛國 那是多麼悲慘 只有改變體制 大家才有公平 才有真相 才有尊嚴 才有未來 才真能強大 那才叫真愛國 凡是讓你愛哪個人的 讓你愛黨的 通通是騙子 所有讓你愛黨的 所有是鼓吹讓你愛國的 然後呢 讓黨員們無私奉獻的 不要爹不要娘 不要老婆不要孩子 你記住那全是魔鬼 又不就是你魔障了 你信了你中了邪了 這葉家這太慘了 別看他今天有多牛 你得看他下場是什麼 這就是修行佛教的人 我問過無數個大師 你真的能成佛嗎 你真的能成菩薩嗎 說人家告訴我 我們就想混個好死 好結果 這都是實話 什麼借地成佛了 立地成佛了 放下土造力 都是騙人的 都是騙人的 佛祖從來沒跟你說過 你那樣 真的就混個好死 那麼當官的共產黨員 我給你們記住 你就是好結果 那才是重要的 很多話 這個頭一段時間 有人把葉家 把這個榮家 整得慘大發了 把鄧家 比特幣賺多少 我在比特幣買 我這個公司基金 當時買了不少 這個賺了不少錢 但是我告訴他 必須快拋 然後啪就拋了 這個日本的這個基金 日本人就聽話 基金 啪拋了 拋了賺錢了 頭一段給我說 郭先生 我們真賺大錢了 但是呢 我說你是買了幾年 他買了五年 這五年 一年百分之五十回報 你得給我多少錢 我一般投資都是七倍到十倍 少了我不幹 現在 現在 證券牌照值錢了吧 證券牌照值錢 方針證券有倆牌照 一個民族證券 一個方針證券 我們值錢了 保險未來很難 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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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2018出的一出見英明 好 我得瞄了 現在又上來了 又上來了 這人 哎呀 我不說的不好意思了 不說的不好意思了 盤古鎮邀很管用啊 對我剛才沒說完 你看那個盤古那個 那個龍捲風啊 我的天啊 我叫大家看一看 一定要有上天敬畏之意 要敬畏之心 你信不信不重要 我到任何一個妙中 就我大家原來講過 我爹我娘說 孩子到任何國家 任何地方 你對任何人家宗教和神 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什麼 你不能不尊重 見廟見神就敗 沒錯 所以我一直到哪 不管什麼 從不分王牌 不分宗教 必敗 就是要對上天有一定的敬畏 一定的敬畏 這是為啥 你說那個盤古那個 那兩個蛇 你說那個打蛇的人 那麼小 就在那打蛇的 超過一星期 原地 那個拉土 那個那個翻走車 就折到那個坑裡 把它給砸死 這都是事實 大家 這都有記錄的 還都有錄像 另外一個 你說那個 那個錄像 那是我親身經歷啊 我在北辰東路 我們的辦公室 順著那個北往南走 然後從四方 看著那個龍捲風 就喳喳喳喳喳喳 就過來 然後一轉頭 就到了那個房 那房子 就給卷起來了 你說啥時候出個龍捲風 平地出這麼大龍捲風 而且是夹喳的那種消叫 就來了 你說他要到我盤古來 你什麼概念 你去想想拔個塔雕 它一轉 旁邊全是小手架 那不跟劍一樣嗎 那不出大風了嗎 哎呦 被我給嚇了 卡就停了 转向了娘娘庙的时候 你们看到那个叫了没有 你看到了娘娘庙的时候 就那个铁栏杆 就差那两毫米 你去想想多可怕 瞬间啪停下来 整个房子给你举上天上去 然后一点都不夸张 你看那个录像 他不是说慢慢慢慢停下来了 真的是咔嚓就停下来了 然后直接就是蓝天白云 哇塞就像没发生一样 最夸张的是 刚才看到了金F4968 刘志华的车就在县长开会 他那房子给举上天去 把刘志华车也给砸那了 当时后来我们就盯了个4968车 就把刘志华的底儿就给摸个透透的 那真是他的死穴 你说这个天下有多神呢 你说这怎么用科学解释得了呢 对天的 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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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你了 看得太好了 爱心爱心 哎哟我这冰心呐 所以说你想想啊 大家你去想想啊 哎呀 DCP DCP啊 盘古界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神奇 再跟你说那俩蛇 这个 有人问我 张明先生问我 说那个蛇怎么回来了 到时候我把那个录像给你们看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是2008年 一天以后这个 一天2009啊 突然间 这个有人告诉我儿子 说我们家那个就是那个 我住在那个十二单元那个楼 那我们进门就拨着一根蛇 听说 我说你们千万千万可以别打 他们打电话 我说儿子你们千万去帮我把蛇 我看着别打 别想犯错 但我回忆看傻眼了 那个蛇那么长啊 他那个头上是有一个红的 是有一点点白和红的 哎呀我这个蛇他认识了 结果当地放在那个篮子里边 我一过去 蛇就出来就伸在那儿 背直放在那儿 然后呢 大家录像说 我说赶快搁头 搁头 我说赶快送回到 那个香山的卧佛寺 我就放在那儿去了 全程录像 全程照片 哎呀 这这一刻呀 我说这个蛇我也不认识 我不害怕 我认识真害怕 真是感觉到这个这个 真是千万记住啊 大家别迷信 你别把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不寄托给这些募捐党 骗捐党 口炮党 开会党 你就募捐给蛇了 你又 你又 你又寄托给蛇了 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们就把自己的理想 寄托在别人身上 包括郭文贵都算个屁 你千万别寄托给我 你就要在享受 在追求理想 实现理想 行动和快乐之中 这才是核心 哎呀 我这个是 你知道吗 我这是昨天晚上 一个国内的老大姐 正部级老大姐 叫家人 海外的家人给我发了个信息 建议文贵把郭媒体那个鹰啊 给换了 原因很简单 文贵当年蛇的事情 我知道 文贵让我看过录像 看过照片 但是他搞了个鹰对蛇的不好 这位大姐啊 这个孩子的信息我收到了啊 以后不要让孩子给我发信息 因为一旦被盗国贼给弄住 又说你的事 一定改 我今天就宣布 听您的 我要把鹰改了 我就想改成什么呢 手 双手 战友们 谁有好想法发给我 就是用这个双手合十的手 对上天的敬畏之心 改这个 小哥 你这个小哥啊 还有痘痘啊 你们两个现在是简直不够正业 乱搞 赶快给哥叔设计设计啊 发过来啊 对不对啊 赶快发过来 是不是 哎 这俩人现在把我还拉黑了 简直是太夸张了 这 现在这真是没天理了 这连他俩都欺负哥叔啊 对 祷告 敬畏的手吧 敬畏的手 我向上天敬畏啊 然后呢 让这个中国人早日实现法治民主自由 哎呀 我就别说了吧 这个我这个 我还得开会去 一切都是天意 木兰说的好 DCP 赞成改 好 谢谢 都是开心的 讲点开心 太 再讲讲黄色故事了 不讲了 看到这个 头两天那个 打那种假电话的 听说你刚刚在 泰国 花了什么几万猪 是不是我核实一下账单 结果这哥们特有吗 是 我买了个大象 结果那哥们不吱声了 蒙白天说 你这个把我搞糊涂了 把版本给我改了 所以不要轻易上当 今天一会儿 跟这个又是 哎呀我现在成顾问了 又不收钱 这些国家政府老来问我 原来他巴不得人家问 现在问说实在话挺烦的 有些问的问题太单纯 太单纯 朝鲜金山胖是不是 不是 我早就说过 这个见过金正恩的 你就知道 金正恩的摩托车骑的 那个摩托车骑的 你无法想 他一模一样手套 我们俩有 这是法国做的 几百年的老店 这家这家手套在这个巴黎的 Kinsgarten有一家店 就是老店 几百年了 全手工的 他骑着摩托车 那摩托车骑的才好 德语讲的比北朝鲜话讲的还好 英语也不错 中国话灰一些不是那么好 这个小子玩车玩摩托 那是一般不是一般的人玩 那懂 而且极为聪明 我原来我的视频说过 比他爷爷还狠 比他爸爸还聪明 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 就这五连发 你就是了不得 而且这五连发 能得到后边的大哥 私下里边 然后啪啪啪 又要钱 还要粮 还要安全 还要明 而且不拘小姐 而且这个人也很有品味 服装 生活 很有品味 他是个立体的人生 没有一个单独的 所谓的天才 那就 那是真的是叫独裁 都是不行的 天才一般是立体型的 他必须是有丰富性 他是有丰富性的 了不得 了不得 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力的80后 值得所有的80后学习 了不得 他的喇叭裤 他这个影响是真正是因为他腿 骑摩托车受伤 他受过伤 他就穿那个喇叭裤 再给他胖 你看我爱穿肥裤子 国媒体正在很好的发展中 特别棒 现在不能说 现在盗国贼 你想想 我没给大家展示 我都没办法看看 大家都知道 什么人的网站经历过70亿的攻击啊 我的 最近有多少啊 平均一天十几亿次 DDS CCS 全来啊 都是从上海北京来的 江苏南京 道国得清一国之力 我现在为啥不开UP呢 我不开UP的原因 我就等他们来啊 苹果系统已经全部就绪 我一声令下 马上就开始 等等 给我点时间啊 大家有点耐心啊 谢谢啊 去过北朝鲜的人 你们完全会不一样 这个北朝鲜山上的酒店 那几个军事酒店 你们无法想象有多干净 北朝鲜的农村啊 就像我小时候在东北的那个 住的草房一模一样的 但是人家干净 极为干净 而且那些庙宇设施里边 非常之静 非常之干净 而且那个超级酒店里的游泳池 还有那水那个干净 不美女是真漂亮啊 那全都是美女啊 那是真美女 北朝鲜不一样 我去过很多独裁国家 跟着领导人 到哪去 他们有一个特点 都给安排女人 比如说 我们去某某一个 这个共产国家 包括去某个 这个咱们咱们国家啊 几乎都有个习惯 晚上旁边说 隔壁房间 准备好了女孩 你们一敲门就可以 随便领 都是这个德行 但是北朝鲜 绝不跟你玩这个 北朝鲜美女很好 你别摸 你摸你会出事了 那真的跟你玩命啊 所以说这点北朝鲜还挺厉害的 这个 再穷干净 非常干净 衣裳都干净 倍干净 女孩全部都整的 立立缩缩的 吃饭做有做相 战有战相 北朝鲜人崇拜的是日本的生活习惯 敬仰的是美国帝国主义 恨的是我们中国 学习的武器是俄罗斯 这才是北朝鲜 而且他们这个男女之间啊 很有意思 除了这个 这个南方的这个叫 南公主北少爷嘛 这个这个 不是北公主南少爷 南方的韩国的男人 北朝鲜的女人 但是你看北朝鲜啊 他这个大男主义 确实是讨厌的 但是有一样 那些女人啊 教育孩子啊 是了不得的 所以说 你看他们那 有好的一面啊 有好的一面 人家不是拿中国钱 都是欠中国钱 拿完钱就骂咱 骂中国人 他们那个 所有的中国的领导员 领导人到北朝鲜 干点这事儿 想尽办法去买北朝鲜的画去 都收藏 全收藏画 太多了 我有很多北朝鲜的画 哎呦 我有上千幅 然后这个 再一个北朝鲜的 就是 山深啊 山珍啊 偶尔带带海鲜啊 这时候都那样 你去看那个画 骗中国人骗的一塌糊涂 就是最穷的时候画 有时候都要一万两万美元 中国的反正都是政府或者老板画 想办法都往回弄 啊 儒家思想 是 这个 中国的文化跟在台湾 啊 这个要学 学在这个 日本 朝鲜和韩国 卫星发射正在准备中 我今天可以正式告诉大家 我们的卫星发射已经全面进入了正式的轨道啊 而且我们现在是准备天你散发行 让他找不着 哈哈 大家放心吧 都在做呢 哎呀太多 哇塞 咱们这人现在越上越多 哇塞 这个全世界撒屁这件事情啊 这个事上当了 习主席上当了 坏人在旁边 他本人也有问题 他负责任 但是 这会成为历史性的灾难 大家要记住 凡是南美非洲的 现在只要选举当中 只要是反中国 反共产党 马上当选啊 这个非洲 已经是百分之六十的国家 属于民选出来的 你和非洲王 你还支持人家 结果全反你 只要在南美洲 只要反中国 反共的 基本的一选全当选 这就是大势所趋 我可以告诉所有战友们的 你们认真地看看 西方世界对在中国的变化 就在过去的 不超过四个月发生 都是这四个月 本质性的改变 我本来要留给路德这个节目说呢 我简单说一下 所有人 都是现在 基本上一条 就是对待中国的态度 本质性的改变 德国的一位下一个领导人 肯定是他 我有百分之八分是他 他就跟我讲了默克尔的一些观点 和他的观点 还有他们最近一些变化 是非常深刻的 我会在路德节目里多谈一些 5号上路德节目 路德节目 这个陈氏兄弟的故事很多 盗国贼会一步一步走 我知道他怎么走 我让他把他走完 陈氏兄弟的故事 是一个认识乌托邦 盗国贼 共产党虚伪虚假 无法无天主义的现实例子 是一个大礼物 你说重庆这些年 干过一点好事吗 那些政府官员 全人类最烂的警察就是重庆警察 你去想想那个政府法委书记 抓了几个了 哎呀 这个重庆警察搞这事情 真是给我送了大礼 现在西方的政府 你可以欺骗老百姓 西方政府你欺骗不了 很多政府官员 对这事情 对我 哇 看到了他们的虚伪 他们的恐惧 他们的无法无天 他们那个无知故性的思维 他以为中央电台上上老百姓信了 外国也信 很多海外的朋友说 哎呦 文贵啊我可不愿意看这事啊 哎呀这是对你不利 我说你根本就是无知的 非常无知 现在他们发现这是个好事了 跟所有的盗国贼这种较量 乌托邦教练 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能作恶 更不能作假 作疑 你想想陈氏兄弟 我要敢给他电话上说 哎 哥们你去造个文件吧 你敢这样做 完了我死了 完了 大家看到我给路德提供的那几页文件了 你们看看那是一到五十二页 我这是五十二页 第一批第一批 还有呢 我能把他造成假吗 于焉 陈氏兄弟 这个这个他的历史我能造假吗 你能把他俩给杀了吗 他不回加拿大吗 陈氏兄弟的家人男的不回战略说话吗 这些盗国贼这个警察无知 他就这么中国老百姓 我一说你都信 多么的瞧不起这些老百姓 话又出来 我们不能再这么无知了 所以那些警察都没想到 难道这事你能瞒下去吗 竟然说郭文贵让他造假 我让他造假 我要让他造假 本身我自己造假了 我干嘛去造假 我有病啊 这种无知的思维 欲加之罪弄给我 原来说我杀人了 刑事罪 竟玩这一套 哎呦我的妈 低机下流 无耻 但是很好 证明了我的真 证明了我的善 证明了他们的恶 他们的假 陈兄弟一定会救出来的 一定会救出来的 啊 傲慢导致愚蠢 傲慢还导致灾难 咱广说这个 让子弹 谢谢啊 谢谢啊 让我喝水 喝水 谢谢 咱这个真是网络 咱们这个媒体上 社交媒体上 有真情有爱 你看看大家多善良啊 太多好人 挨近 向大家都相信你 谢谢谢谢 这个谢谢 谢谢 都是你们的鼓励啊 千万不要撒谎 永远不要造假 造假是此路一条 你看这五一 五一公正 你能把五一公正 冻结在这儿吗 不可能的 还别 哎呦我们上去了 还有人站到了什么 住加拿大领事馆去 抗疫栏架子 我听了有人给我发来的语音 啊 在几个月前 某某地区的民运人士说 郭文贵让上街呢 去吧 啊 这个 弄几台车 贴上标签 造几张相机回来就行了 就这种造假的心理 让我听了以后 我不是看不起你 我吐气你 你干嘛那么造假 你不去不就完了吗 我 谁上街 谁挺郭文贵 我谁也不欠 你不用你挺我 你们可以不挺我 我不需要你们挺 你挺不挺我都爆料 我有料我才能爆 我没料我爆谁的料去啊 我有料你谁也协调不了 没人能协调得了 刘成杰的爹他妈是谁 也没人协调了孟建柱 我用你协调吗 是不是 我不用你协调 你们可以不支持 不用支持 我不求任何人支持 我求任何人你都不要为此冒险 你有时间听听我说 得到的验证验证 没时间你们就不要管我 干嘛去跑大街上去 去照几张假照片去 一切都是钱惹的活 说来说迹就是钱 还有自我太大了 说什么高大上里面 都是骗人的 把老百姓当傻子 弄来弄去不就是弄点钱吗 募点捐吗 根本性的就是钱 文贵我再想说 任何人利用我的名义搞募捐 搞偷捐 我一定要公开 而且我一定想尽办法 用法律惩罚你 合法惩罚你 绝不允许 郭文贵一生不会把手朝上伸给任何人 这个协调中心 爆料协调中心 让文贵实在无语 协什么条 协什么条 把五一这个公正的结果 那么协调协调 大家都无语了 不协调了 都协调郭文贵 因为很多人啊 我对很客气很谦虚 我很礼貌 但是很多人把我的礼貌和 谦虚当成了我的懦弱 我很大方 很多人私下需要钱 就给大家 我的大方不是愚蠢 这个我非常的想团结大家 想和大家一起 来这个争取喜马拉雅 我和大家也同样 我不是依靠你 我不是立了你不能活 我对所有人这个行动 我都感激 我的感激不等于我欠你的 我没让你这么做去 你自动的 有很多人 对我这个 所有他们做的行为啊 支持爆料啊 言行啊 我对他们的感激感谢 当成了你的资本 当成了他的资本 千万记住 当你把爆料和信仰和理想 当成资本 拿来做交换的时候 你已经out了 任何人改变不了 上帝都改变不了 因为这是老百姓的力量 草根的力量 小蚂蚁的力量 真相的力量 不信 你试试看 身先养骨 先大些 所有仕途 像靠这件事 偷捐 募捐 骗捐的 你都是死路一条 你会被历史吐袭 你生不如死 因为社交媒体让你出了名 因为郭文贵爆料 让你有了粉丝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有了关注量 但是你也别忘了 你那个脸出了名了 你那个脸 你也不能放了钉上去了 你走到世界任何地方在机场 过去你骄傲 有人认识我 你特牛 因为郭文贵爆料 搞了社交媒体 但是未来你一辈子 都会被这个事累着 为什么 你是个骗子 你当时是蹭锅 砸锅 乳锅 实际上是骗捐 募捐 偷捐 结局很惨 只要你活着 活在人世间 你就不敢出门 出门就被人骂 而且日心月移 越来越严肃 不信你就试试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吧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战友们 哎呀 我这今天是讲了 得有多长时间 我得娘嘞 谢谢大家了 所有的有良知的 智慧双眼的 还有在推特上 在社交媒体上 发展的 发的那些 有良知的语言 还有在路德文 那个视频中 那些小蚂蚁讲的话 感动万分 无法形容对你们的感激 还有小哥 做整理的视频 实在太棒了 都60多岁的小哥了 现在还老挑逗人家痘痘 实在是不像话 真不像话 木兰你替我好好处理处理 这个小哥 不要老挑逗人家痘痘 好 谢谢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到此结束 到此结束 大家注意 注意 谢谢啊 防晓庄 谢谢时候 咱们这个路德媒体见 跟你们说不完的话 道不完的 请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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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